梅姬一夜肆虐 高雄男子交流到下方 整條路放眼望去都是水 連工程車都快開不下去 你手給我 等一下 小叫車開到一半突然拋錨 但是駕駛想逃生 可沒這麼容易 怕開了車門會讓水衝進車內 車上的司機跟一名女性乘客 只能想辦法 從副駕駛座的車窗逃出來 模樣超狼狽 誤闖水上公路的民眾 趕緊掉頭 甚至還有上了交流道的小叫車 為了避開淹水地區 直接在國道上逗退路 現象還生 現在在高雄的旗南路 可以看到這一整條道路 原本是汽車經過的地方 不過現在已經水淹到 我的小腿肚了 而這邊才是剛開始淹水的地方 這放眼過去 這一整條路全都是 慢慢的水落 而且最高的地方 甚至是淹到我的膝蓋這麼深 天色昏暗又沒有警告標誌 許多駕駛不清楚水聲 一直往前開 沒想到直接開進水裡 沿路都可以看見泡網車輛停在路邊 等待救援 而在大中路 淹水情況也很嚴重 一輛小叫車幾乎有一半都泡在水中 駕駛直接汽車逃跑 提醒民眾 旅天開車如果遇到路面淹水 還是換條路走 小心尾廟 記者綜合報導